2023年对于中国新能源电池来说 或许是一次值得铭记的一年 因为宁德时代在招股说明上宣布 将在2023年实现纳离子电池产业化 宁王作为动力电池领头羊 他们任何的布局都是行业的分享标 于是在宁王身后 义为李能 干风李业 新旺达等企业加紧布局纳离子电池 后来宁王在2022年的11月份又公开表示 纳离子电池续航已经可以达到400公里 未来将向500公里发起挑战 这个消息瞬间就引爆了市场 纳离子电池企业股价集体上涨 而且幅度不小 因此很多人就预测 2023年将是纳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元年 有些乐观的人甚至打出 纳离子何时取代锂电池的口号 当然也有反对的人 他们认为纳离子电池价格和性能都没有优势 尤其是楚潘博士 他甚至认为锂电池有更强大的力量介入 纳离子电池短期内没有用武之地 两种观点在网上炒翻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纳离子电池是当下新能源动力电池最具争议的话题 纳离子电池能不能取代锂电池 那个更强大的力量到底是啥 这里面还真的带有门道 就像楚潘博士说的 他们的背后其实是路线之争 利益之争 乃至国家话语权之争的博弈 当然啊 我是引用他讲述的事情 而不是说赞同楚潘博士的结论 这件事还要从纳离电池路线之争慢慢说起 其实纳离子电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它就已经和锂电池争夺动力电池的主力位置 而且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 可以说是同时起步 同步发展 至今还未完全分出胜负 1976年时 英国化学家惠廷汉姆研究出 二流化物作为电池正极材料 一举打开了锂电池的新世界 锂电池是由正负极 电解液和隔膜组成的 当时负极是金属锂或者是金属钠 在放电时 锂离子会透过隔膜进入正极 充电时 离子就会返回负极 而作为正极的二流化物是层状过渡金 这种正极材料的结构是一层一层的 每层之间都存在较大的空隙 这个空隙可以储存离子 这样锂电池就可以储存电量 等有需要的时候再使用 惠廷汉姆的研究 让锂电池成为了可能 它也因此成为了锂电池之父 并且获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但实际上 这个正极材料不仅仅可以吸附锂离子 也可以吸附钠离子 所以层状的二流化物作为电极的正极 并没有确认哪个路线是对的 而是为它俩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路线 到了1980年代 科学家为了提高能量密度 研发出了第二代电池 它的正极材料 由原来的二流化物改成了金属氧化物 两者的原理是相同的 但是金属氧化物层状间的空隙更多 所以第二代电池能嵌入更多的离子 这也意味着电池的能量密度和续航更大 此后金属氧化物就一直作为 电池正极材料的首选 比如氦酸离 氧酸铁的锂电池路线都是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 不过第二代钠锂电池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电池的负极太拉垮了 当时电池的负极用的是钠或者是锂金属 就是那种纯金属的 不仅贵而且很不耐用 因为两种金属非常的活泼 放电时金属会吸出离子 然后会跑到正极的空隙中 等充电时金属离子会重新跑回负极 但此时的钠锂离子不是回归原位 而是随机就近依附在负极上 还是成树枝状的金状物 如果长时间充放电 那么负极金属上的金状物就会越长越大 直到将电池的隔膜捅破 隔膜一破电池就会短路 严重的还会发生自然甚至是爆炸 所以第二代钠锂电池依旧没有办法善用 安全性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锂电池 它的性质更加活跃 能量密度高 做出来的电池续航更久一点 但是越活泼产生的金汁也就越快 在安全性上 反而比钠粒子电池还要差一点 当时加拿大一家名叫 Money Energy的电池企业踩了这个坑 他们在1985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 商业化充电电池 结果刚卖没多久 就遭遇到了短路 自然爆炸的事故 把当时的客户吓得够呛 这个电池就是锂粒子电池 而Money Energy迫于无奈 只能招回了大量的锂电池 然后破产倒闭 也就是说 在此时 那锂电池还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是安全和续航考验 而安全性还要更重要一点 谁先解决了负极材料和安全性的问题 谁就能占据主动 但就是这一步 纳粒子电池彻底被锂粒子甩开了 1985年 日本虚化城公司发现 石墨等碳材料也具备层状的结构 当时他们就想 如果用金属氧化物和碳材料作为正负极 那么电池两极都有层状结构 离子在正负极移动的时候 就可以嵌入到空隙中 不会产生金汁 于是第三代石墨电池就诞生了 但石墨负极材料也有个问题 它的层间距比较小 而纳粒子比较大 无法嵌入它的空隙中 相反 锂原子质量是纳原子的三分之一 离子半径更小 可以轻松附着在石墨空隙上 因此 纳粒子电池并没有搭上 石墨负极材料这个风口 1991年 日本的索尼公司 推出了第一款安全可靠的 可充电离电池 大获成功 在这之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离电池 最后一步步将它推向了神坛 而纳粒子电池 虽然也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副极材料 但是却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时机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所有人都以为 纳粒子电池终将被淘汰的时候 它却拐了个急弯 重新杀了回来 2021年7月 宁德时代发布了旗下首款纳电池 并且宣传将在2023年量产 而美国Natron Energy公司 和宁王几乎是同一个步骤 他们也在2021年发布了旗下纳粒子电池产品 而且还是全球首款 被U-AERO认可的电池 并且建造了全球最大的纳电池工厂 估计是想和宁王抢市场 除此之外 日韩以及中国多家电池企业也在布局 就连隔壁的印度也加入了战场 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 印度信实工业集团 是巨资收购了英国的纳粒子研究公司 宣布正式进军纳粒子电池行业 可以说 纳粒子电池突然之间就火爆起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明明已经快被淘汰的纳电池 为啥还能翻身呢 这里的原因还比较复杂 背后是多种博弈 一个是路线之争 一个是产业之争 一个是资源之争 路线之争上面已经说过了 如果是单纯的技术争夺 那么纳粒子电池其实是不占优势的 对于电池来说 续航、安全和寿命是三个最重要的指标 而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比纳电池高了40%到50% 所以它在续航上也比纳电池要高得多 根据宁德时代的消息 纳电池未来理想的续航大概是500公里 只能覆盖65%的汽车需求 而锂电池的续航已经可以达到上千公里了 两者相差的距离依旧很大 除此之外 锂电池寿命可以保证充放电3000多次 而纳电池只能维持2000多次 所以单从性能上来看 纳电池想要完全取代锂电池 几乎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锂电池也有两个致命问题 那就是价格实在太离谱了 根据统计 2022年11月份 每吨碳酸里的价格高达57万元 而2020年 每吨碳酸里的价格还不到5万元 也就是说两年时间 碳酸里的价格飙升了12倍之多 碳酸里是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 它的价格上涨 会传达到下游锂电池和纯电动车 很多车企和消费者都受不了 亲则吐槽 重则直接破壳大妈 甚至老板急眼了都亲自下场怼人 2022年7月 召开的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 就发生了这样奇葩的一幕 管器集团董事长曾庆红上台演讲时 就当着宁王的面熟罗说 动力电池价格这么高 我们这是给你们打工吗 广气的这番话引起了很大的共鸣 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虽然销烂是世界第一 而且纯电动的价格都比较低 但是压根不挣钱啊 以比亚迪为例 他们卖出一台汽车 实际利润竟然只有1466元 连宝马通用等企业等一半都不到 然后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曾育群也坐不住了 等到他上台时也开启了吐槽模式 说是上游元材料有资本在炒作 他们也是受害者 可能宁德时代觉得自己也是实在冤枉 于是在次日时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吴凯再次回应道 说我们也在盈利边缘挣扎非常痛苦 那么钱到底被谁给挣走了呢 答案就是上游的原材料企业 比如今年三季度 干风里液的利润增长高达614% 而天气里液的利润增长 更是飙到了4092.31% 李电池和新年源汽车厂打的是头破血流 但是利润全给上游采矿的拿走了 你说他们的心理能甘心吗 肯定不愿意啊 所以宁王比亚迪等企业 要么自己入手购买铝矿 要么直接改换赛道了 而钠离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赛道 为什么宁德时代等企业 这么热衷于钠离子电池呢 其实不单单是锂电池价格问题 还有一个比价格更值得关注的 那就是锂资源卡脖子的问题 根据美国勘探局的数据显示 全球已经探明的锂资源大概8000多万吨 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南美地区 但南波利维亚 阿根廷和智利三国就占据了 全球的六成以上的铃矿 在他们的后面是澳大利亚和美国 然后才是中国的7.4% 你发现问题了没有 这些国家都深受美国的影响 一旦国际形势发生较大的转变 我们的锂资源就会面临卡脖子的问题 目前中国有85%的锂资源是来自于进口 这个数值比石油还要高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 那么在将来 潜在的威胁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比亚帝王窗幅才会公开说 我们不能从被石油卡脖子 变成被金属材料卡脖子 当然我们的企业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了 比如干风利在2014年就开始布局海外铃矿 他们通过并购和购买 先后拿下了澳大利亚 阿根廷 爱尔兰等国 数个铃矿开采权 而天气里也差不多 他们在2013年就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产企业 泰利森 泰利森拥有澳大利亚最大的铃矿开采权 除此之外 比亚迪 宁德什代 伊伟 李能等等中国电池龙头 也在全球开启买买买的模式 把其他国家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锂电池上游企业为啥利润那么高 其实就是为了买这些矿 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国锂电企业才能安心的发展 然而仅仅靠这些就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吗 答案依旧是不行啊 因为其他国家和电池巨头 看我们锂电池做的是风生水起 也想要仓我进来 甚至有些国家还要抢夺我们的成果 可以说 我们的企业在国外遭遇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比如中途截湖禁止我们购买 甚至勒励我们的企业把收购到的矿产 直接还回去的都有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举几个例子吧 2021年时 宁德时代计划以3.3亿美元 收购阿根廷MLC100%的股权 两者的协议都签了 但是转头就被美洲里业 以更高的价格突然截湖了 不过截湖还算好的 起码是公平竞争啊 但是有些竞争不过中企的 却把政府办了出来 搞停了中国利拓在他们国内的一个 里矿开发项目 智利法院暂停了比亚迪 6100万美元的开采合同等等 但这些都还不算啥 还有更狠的 2020年时 布里维亚阿根廷 以及智利三国成立了一个 里资源联盟 这个联盟就是效仿欧佩克石油组织 目的都是为了掌握里资源的话语权和定价权等等 为了彻底掌握里资源话语权 智利还推进了本国里矿的国有化 要知道 比亚迪天奇等中企 在智利都有投资里矿 一旦国有化成功 那么中企遭受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还好 这项国有化被法院叫停了 但是智利好说话 不代表其他国家也好说话 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 要求中国的三家里电企业撤资 甚至连中企投资智利的项目也不被允许 完全是无赖的行为 这也给我们提了个喜 我们虽然掌握了里电池的所有生产技术 但是原材料被卡住脖子的情况 也必须解决 那么 钠电池就是最好的解药吗 主意是解药 而不是替代品 实际上 钠电池和锂电池是相互补充的 而不是某些人说的 钠电池将替代锂电池 原因我在上面就说过了 钠电池受限于里程数的制约 应用范围受限 一般应用在储能 以及公交车 大巴 低速电动车等领域 这些领域更看重成本 反而不需要长续航的锂电池 而钠电池储量 成本 产业优势 可以很好的承接锂电池 首先它的储量非常丰富 钠离子是以氧化钠 也就是食盐的形式存在 在海洋 盐湖中等地方都有 相比之下 锂资源的含量只有0.0065% 两者相差400多倍 提取也方便 不用担心被卡脖子的问题 而钠电池本身也有很多优势 其次 它非常安全 虽然锂电池经过几代的升级 但锂离子电池在过冲 穿刺 碰撞挤压时 依然容易发生热失控 导致燃烧 甚至是爆炸 就算是市场头部的车气某拉 某敌都发生过自燃的现象 而锂电池一旦自燃 燃烧起来的速度非常快 乘客逃生的机会就减少很多 钠离子则没有这种烦恼 它的性质更加稳定 有着更加优异的高低温性能 能够在-40度到80度的情况下 正常工作 在零下20度时 电池的电量基本经过衰减 依然还有90%左右 即便是针刺 挤压 过冲 过犯等安全项目的测试中 都能够做到不起火 不爆炸 这样就可以打消部分消费者的顾虑 其次 钠资源非常丰富 它的原材料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每吨只有0.2万元 是锂离子的1% 钠离子比锂离子稳定 随正负级的部分材料 可以用更便宜的铝箔 替代锂电池里的铜箔 根据国安证券以及多位专家表述 在理论上 钠离子电池的成本比磷酸铁铝 还要低30%左右 最后 钠离子电池可以完美地 承接锂离子电池的产业 这需要产业类的配合 原理上 钠电池与锂电池的结构相同 都是由正极 负极 电解质 以及隔膜组成 其中 电解质和隔膜几乎可以同用 如此一来 钠离子电池可以很顺利地 承接锂离子电池原有的生产线 企业们想要转型生产 钠离子电池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这也是钠离子电池 比固态电池 超级电容更受资本青睐的原因 总上这些 就是钠电池火爆的因素 它的背后是技术 资源 国力的脚量 天将将大任与私人 必先劳其筋骨 中国企业在艰难奋斗 也一定会拙撞成长 最终磨练出一批 非常强悍的跨国企业 当没有弱点的中企诞生时 那才是我们屹立不倒之时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